他就疫苗事件做出批示,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搜狐新闻搜狐网,点击,可以关注我,文化影响力,传播文化的力量文化的终极目标是人文关怀,所以今日的头条,我们继续关注疫苗事件,资料图,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做出批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李克强在批示中要求国务院要立刻派出调查组,对所有疫苗生产,销售等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不论涉及到哪些企业,哪些人都坚决严惩不待,绝不姑息,对一切危害人民生命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重权打击,对不法分子坚决依法严惩,对监管失职独职行为坚决严厉问责, 尽早还人民群众一个安全,放心,可信任的生活环境,此前7月16日,李克强已就疫苗事件做出批示要求彻查来源,中国政府网,疫苗事件持续发酵长生生物,25万只猎妖精和在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风波尚未平息, 其公司子公司长春长生,日前又因7-5细胞百百破联合疫苗,简称百百破检验不符合规定,遭到吉林省药监局行政处罚, 7月15日,国家药监局称,近期查获一批生产记录造假的狂犬疫苗,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动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国家药监局已要求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长春长生药品GMP证书,则令停止狂犬疫苗的生产,对相关违反违规循循立案调查,各方回应7月18日,长生生物发布公告称, 由于公司对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动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部实施召回,该项召回预计将减少公司, 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约2亿元左右,净利润约1.4亿元当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级控局局长毛群安表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违反违规生产等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 后级控局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保持密切沟通据了解,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组织对企业的调查工作,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 没有完成全程接种程序的,可以选用其他厂家的狂犬病疫苗,按原接种程序继续接种, 希望基层卫生工作人员按有关法规,规范要求认真做好预防接种工作,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长生生物,日前发布公告, 齐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春长生收到吉林省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因,是该公司生产的西腹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 批号20160501401,经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检验结果向下测定, 向不符合规定吉林省药监局认为长春长生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49条第一款禁止生产销售裂药的规定, 并于2017年10月27日立案调查,对此吉林省药监局对长春长生给予行政处罚, 没收库存的剩余,西腹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186支, 没收违法所得858840元,同时处违法生产药品获值金额三倍罚款, 258.4万元罚末款,总计344.29万元北京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两个涉事疫苗,北京都没有公众可以放弃。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疾控中心, 表示,长春长生生产的涉事批次的百白破疫苗, 广东并未采购4万长生生物百白破疫苗, 就按25万只烈药金和在长生生物公告说, 他们收到了吉林省食药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因是长生生物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生产的一批百白破疫苗向下测定, 向不符合规定,市列要罚末款,总计344.29万元略显蹊跷的是, 吉林省食药监局早在去年10月27日就已对此立案调查这一事件, 当时也曾引发舆论关注, 此外作为一家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却从没有在之前的公告, 即2017年年报中,对此予以披露, 接种百白破疫苗是预防儿童白猴, 破伤方和百日咳的有效措施, 按照国家免疫程序, 百白破疫苗需接种4剂次分别于3、4、5月0和18月0, 各接种已剂次长生生物因百, 百白破疫苗质量不合格被罚的消息一出, 不少母亲的第一反应是看看自己孩子的疫苗接种, 本事关孩子的健康, 家长们的忧虑生和质疑生, 不觉以耳常生生物背后, 仍有四大疑问, 上代解开疑问, 为何时隔近9个月才公布处罚决定7月15日, 国家药监局通报了常生生物子公司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问题, 问题疫苗的盖子因内部人举报而揭开吉林省食药监局已收回其药品GMP证书, 同时叫停其狂犬疫苗的生产, 有关调查仍在进行截止上, 一个交易日常生生物股票已连续5天跌停期间, 另一个盖子又被打开7月19日, 常生生物发布公告, 收到关于百白破疫苗就案的处罚决定书, 7月20日吉林省食药监局在官网公开了这一决定书, 落款出日期是7月18日这一决定的做出距离就案立案, 已过近9个月之久, 而距离狂犬病疫苗事发仅过了3天, 这样的时间安排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记者, 21日晚多次拨打吉林食药监局多位负责人电话, 均无人接听,或挂断了记者来电二问问题疫苗, 去哪儿了处罚决定书, 众写道, 没收库存的剩余疫苗, 186支但在库存之外, 已有25万2600支问题疫苗销售到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些疫苗去哪儿了公开报道中, 新京报一篇发表于去年11月5日的报道有所提及, 报道引述山东食药监局市场处负责人的话说一, 有关部门正开展召回工作, 二,问题药品已全部封存, 三,这批药安全性, 没问题是效价不达标, 目前没发现接种这批疫苗出现问题的案例, 关于安全性的说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专家给予证实, 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 但接种安全性风险没有增加, 但究竟有多少疫苗流入市场是全部封存了, 还是的确有孩子注射了问题疫苗, 有多少有没有孩子因为问题疫苗患病, 健康受损家长们如何判断自己的孩子接种的, 是不是问题疫苗有无救济渠道, 记者试图就此询问山东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没有得到答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方面则表示周一代考虑, 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三问, 长生生物是否有所隐瞒,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当公司涉嫌违法违规, 被有全机关调查投资者尚未得知时, 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 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但直到三天前, 长生生物才打破沉默, 披露了处罚事项, 并承认百百破生产车间已经停产令, 有上海证券报报道显示, 在长生生物2015年年报中, 公司百百破批, 千发量约562万人份, 位列公司在售六种疫苗产品之首在2016年, 2017年公司年报中, 仍称长春长生在售产品包括百百破疫苗等, 但疫苗的劈迁发量, 却没有披露另一个变化是, 百百破也消失在近两年公司的在售产品图片列表中, 究竟公司何时停止了百百破疫苗的生产, 公告媒说21日晚间长生生物方面, 对外电话也均无人接听, 7月20日深交所发布关注函, 要求长生生物对百百破生产车间已经停产涉及产品占公司营收的比重, 对公司的具体影响以及公司已采取的应对措施, 做出补充说明, 另外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 以及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等其他事项, 在同一天的证监会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也谈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问题, 他表示随着监管执法的不断强化, 近几年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大幅提升, 但其他类型重大事项的披露质量依然有待提升, 法属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信息披露义务, 人均应依法及时披露, 充分说明事件的起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下一步证监会将抓紧做好相关工作, 对各种类型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高率证券法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规则体系所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种类多样内容丰富, 法属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信息披露义务, 人均应依法及时披露, 充分说明事件的起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次问吉林省食药监局处罚是否过轻, 处罚决定书显示, 对于涉事摆摆破疫苗, 供没收违法所得85.88万元, 并处违法生产药品或执金额三倍罚款258.4万元25万只问题疫苗, 加起来才罚了344.29万元至医生不少, 但处罚决定书中也明确了处罚依据, 根据药品管理法生产, 销售裂药的没收违法生产, 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药品或执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裂药已运产妇, 应幼儿及儿童为主要使用对象的在处罚幅度内从重处罚, 但另一方面药品管理法还规定生产, 销售裂药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或者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吊销相关许可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多位法律界人士, 告诉记者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三倍处罚的确已是从重处罚, 至于是否情节严重认定存在难度但无证据佐证涉事摆白破疫苗造成了较大影响, 不过他们也同时表, 是我国目前对于类似违法违规行为处置较轻警示不够, 一定要彻查, 务必要严办, 来源人民网, IDPEOPLEMW中国之声, IDZGZS001记者庄盛春, 杨军天, 徐晶, at北京日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